退回 这个退货 里面是不是有订单ID 订单ID都已经被退货了 请问是不是应该要扣掉 订单ID被退回 所以它应该会比0.38百万来得少 这个会是0.68个百万吗 不是 它应该再稍微低一点 也许是0.6个百万 那请问这件事要怎么做 真实利润怎么做 真实利润因为已经建立关联了 所以这样做 首先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做到所有页面 因为我希望一次就把所有 每一张都要呈现真实的利润 好 接下来请把退货的退回 搬到所有页面 请勾空白 空白就是没有退货 刚刚是不是0.38个百万 现在是不是变成0.34个百万了 刚刚这边是不是0.68个百万 现在这边是不是变成0.58个百万 这是完全不做任何计算 它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了 大数据的技术 1.请把退回 拖曳到这里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请勾空白 哇 两个动作 真实利润 全部都算出来了 两个动作 这边是第一个动作 这边是第二个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